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group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那边去加入我的 private group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使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那个是奇权盘路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所有的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连续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P1幕 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奇权大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2年9月11日 开始之前就让我买点个告白 如果第一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 麻烦你按下订阅 按下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觉得我做得好 这条频道或者今天的节目做得好 麻烦你按个like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好了 先讲周线 恒指周线这个星期做了一支大针底 推了下去 弹回来 但还是要轻微下铁 不过以周线来说 仍然还未算是突破的 只是在形态上大家开心一会儿 为什麽? 因为针好像很漂亮 但针又如何 跟着跌下去都可以 以周线真的一点也不奇怪 还有针很长 不算特别 都可以的 如果算比例 是很英俊 但是不代表转世 因为前几个星期 前五个星期 都有连续两支针 只不过弹了一点点 是不是有支针会很好呢? 还未知 首先再看一件事 图体仍然在下跌通道里面 在价格行为法则里面的下跌通道里面 我们先讲讲今星期的数据 今星期的高位 低于上星期的高位 755.46 只有194.17.56 低位又再低一点 低了538.73 只有18803.76 这个位置很重要 记住 这个很重要 全星期的波幅又少了 相对上星期来说 支棍又短了 短了多少呢? 短了216.73 只有613.8波幅 全星期下跌了不够90点 89.94 热吹猪法则看周线 现在是持续下跌的 仍然是有向下的压力 如果以上阻力 暂时以上阻力的大阻力 就在1975.08 这个星期的好弹分界线 就是1953.2.21 而这个星期下面的支持线 是18770.54 你会说 低位相差不太远 是 没错 而这个18770.54是什么呢? 这是之前的 北规则头肩顶量度跌幅的 第四阶段 支持位置 去到这里 始终有点支持 这么久以来 看回那星期 由3月到现在 只有1周穿了这条线 所以这条线暂时 也有支持 还有 上次穿了 即时那周已经回上去 只是穿过 所以这条线 是绝对有参考性的暂时 你会不会下星期穿 或者下星期 就会变成一个 讯号不穿 回上去 这个暂时 我们在周线 是看不到这么多东西 转头看看 日线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资料 转头见 回到日线图 我们先讲数据 这个星期的成交方面 成交缩缩了18.74% 只有877.17% 相比上星期来说 少了202.49亿 不过我这么说 上星期多成交的原因 有两天有指数换码 而这周当然没有 不会每周都换 如果扣除了两天指数换码 大约有900多亿 相对来说 这个星期也是少 比上星期少 而又这么说 这个星期很特别的 怎样特别呢 这周五天里 第一天大成交 是全星期最大成交 但那支棍子不是最大 只不过那天是裂口的东西 下来的 裂口那一刻是没有成交的 即是在裂口之后才出了成交 另外 第二天的成交 什么时候呢? 星期五那支大棍冲上来的那一棍 那些也算是合理一点 因为是上升 有资金流入就升 但成交也不是很足够 只不过只有900多亿 所以 未算是可以很确认地 它真的转向上 暂时来说 你记住这件事 不要觉得 给一支大棍就会影响你 但如果这支大棍来说 其实在8月25日 我也有一支镭的大棍 它相贼得很像 不过这支棍子从来没有太大 最小 星期五那支比8月25日那支小小 但是不代表它继续上升 如果看8月25日 再升一天就没有了 会不会下星期再升一天又没有呢? 我们继续看看数据 稍后再说 9月8日是江恩的转角日 刚刚来说 9月8日是刚刚星期四那天 做了5个月的低位 创了18803点 5个月的低位 即是说相对地只是高于3月份的低位 你说会不会是第二只脚 视乎看看它弹多少 这一刻我不敢说是否第二只脚 但要看看它的弹力有多少 因为现在在看价格行为法则的图 稍后会说更多 另外下一个江恩转角日 9月26日 即是比较久了 这一段来说会比较强 还有刚刚录音的前一天 9月10日 直到10月2日是水星逆行 水星逆行会怎样呢 基本上水星掌管于智慧 很多时水星逆行会令我们有些 想不清 或者有些迷茫 刚刚想错东西 所以想起来就是刚刚同赛调转了 有这个可能性 还有水星逆行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头半段和尾半段 很多时都行相反的 这是很多次在水星逆行里 我们发现到的特性 会不会到时去到大约9月中就行相反呢 有这么说 9月10日是刚刚星期六 究竟星期六这一天是没有交易 下一个交易就去到9月13日 9月13日究竟会升还是跌 还是还未至 或者9月初一段 水星逆行头一段 究竟是升还是跌到未至 我们先看清楚 所以是否会去到中间反转呢 到时再算 下星期会告诉你中间是哪一天 暂时来说我们用日线图 看看这个星期分界线就是19371.12 你会觉得刚刚好像在这个星期收市价附近 没错,这是一把收市价附近 因为这是这一段重要分界 很重要 如果以日线图去看吹小图 现在已经在第四阶段 但技术指标有些连连迹象 有些转好 但不代表转小 记住一件事 因为大使来说有三种方向 一就是升 二就是跌 第三种就是打横下 会不会现在是打横下的开始呢? 要在区间走一段呢? 一点也不奇怪 再者 我们看看现在价格行为发迹的图 上面 这个星期的高位刚刚变到 下跌上升通道的延伸 最后,最后的那一条 会不会上多一条呢? 我相信有这个机会的 我相信绝对有的 上多一条是否很高呢? 又不是很高的 如果以下星期一来说 上多一条都是195 看看是否可以突破 如果以下跌行为发生 突破就应该有一个回调才上 但如果要回调的 是不是应该是星期一回调呢? 星期二才上? 不是,星期二回调 即下星期第一加上星期二回调呢? 星期三才上呢? 未知 现在我们看看仓位 刚刚星期五的期权仓 有大量好仓平仓 究竟能否够仓再推上去呢? 或者这样说 有这么多好仓平仓 还有没有需要推上去呢? 小心下星期 头一个交易日 或者头两个交易日 有轻微回吐的迹象 出轻微回吐 去迹之内困 其实也不是一件事 难事 不是,上次是一个列口上 上次还是上次呢? 究竟能否跟上次一模一样呢? 暂时还未知 再者 上次没有现在那么低 是否应该弹高一点呢? 棍子又不够上次知大致 所以很多东西暂时还未知 但如果要计算 能否转势呢? 以价格行为法则 其中一个标准就是 要有一个回调 你看上次 冲上去 都没有回调 去到最外的区间 就已经回头了 你想想 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再多上去 或者再冲多一点又回头呢? 不是真突破 是假突破呢? 有待市场证实 以价格行为法则 现在不合乎转势标准 虽然它合乎第一阶段 穿了底部 其中一条通道的底部 而做了新底部 这是第一个指标 但是 它冲上去是需要一个 如果要转势 是需要冲上去之后 有一个回调再冲 但现在未知是否 因为冲了一棍 我嫌不太大 如果你问我 如果冲得这么高 你回调 可能在下星期第一交易 星期二就开始了 为什么会在星期二呢? 因为星期一放假 大家记住 星期一是中秋保假 香港和内地都没事 只有美国有事 你又这么说 美国走的什么 我们未知 美国在这个星期尾 走几天都走得很帅 会不会下星期继续 帅哥向上 可以带动港股向上 暂时未知 不过 港股受美股带动的影响 比较低了 如果你说 究竟现在港股受什么带动 不如说一下 受美元的强弱 和利息带动 好些 你看回 这几下反弹 或者转回上去 是因为刚刚星期 这个星期尾 美元开始弱了一点 而跌下来 美元创了新高 去到110高位 即是创了短期的新高 所以市场不停地向下沉 包括美股和港股都要向下沉 但是 当美元开始 有点回落之后 港股又有点反弹 美股却不弹得帅 美股去到一个临界点 看看可不可以再做好一点 再冲上去 又再引上去 但是港股 暂时动力都未可以完全确认 现在只不过出了第一支大棍 你说用趋势图去看 动力未够 持平 都未破位 而第一个位都未破 可想言之 如果破位 最高有没有阻力 再给大家一个阻力 现在以吹蚀和发足量度 这个阻力应该是19945 现货 这个位置很重要 如果怎么处理这个位置 碰一碰回来 那就没话说了 衰点说一句 市场就升不起了 但如果你说很有力 大棍升穿这个阻力位 可以不可以 那就开心了 这个都未算 如果一个列口上 就更开心了 所以看看到时怎么处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很重要 距离这个位置都有600点 上不上等 还未知 还有如果去到19945 你看看 19945就是这个位置 穿了隔隔行为 就是发出一条通道的 会不会形成了一个短期转向呢 未知的 未知的 有可能的 不过时间什么时候呢 上星期也说过了 9月中有机会有一个大方向出现 未知升还是跌 如果现在早了升上去 到时可能是一个大跌 如果现在慢慢按上去 到时可能是一个大升也不期 所以暂时还未知 因为9月中下星期就是了 因为9月15日打后 下星期4就是9月15日 所以过了下星期 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方向出现 但拳仓那边 也看到开始有布局了 你问 那你是否看到升还是跌 不好意思 我只是可以告诉你 他们在布局 我形容为风暴仓 可以大升也可以大跌 两边 中之是爆边的 爆边仓 爆边边 它又没有留手拍出来 不过你问 如果我要数到很尽 有没有方向呢 有点的 这些没办法了 要留在会员专区里面 我才会讲解 暂时要说这么多 有待9月中的爆边出现 这个爆边应该出现 因为还在铺 正在高 说多一点的仓位 仓位 暂时到这个礼拜 拳仓的上仓位 压的阻力 就移到196左右 下面的支持位 就移到185 你说185 就是还有一点下面 对 他们还有 两边都有 刚才说了 风暴仓两边都有 不过 数百点 这些不算风暴 数百点 这些不是 说的那些 是1000点以上的上落 动一下不是1000点 而是2000点 甚至乎再多的上落 到时再讲 或者下星期再讲多些 这个星期 要讲的话 暂时是差不多 再想知道多些 1.订阅我的收费局 2.留意我的收视post 和每周的YouTube 这些收视post 都会有部分改革 详细请留意 用后公布 还有 这个星期 用了价格行为法则 价格行为法则 这个技术 这个月底 就会开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留意广告 留意报名 这次会有很大优惠 好 暂时是这么多 我们稍后回来看看 下星期的特别日子 稍后见 好 各位方位 特别日子 下星期来说 记住 香港和中国内地 都是中秋节后保价 星期一 所以星期一是没有市 下星期四天市 再来说恒指 恒指来说 下星期三、星期五是强的 其次只有星期五强的 各指是星期二、三、五都强的 上正是星期三、星期五和恒指一样 以亚洲来说 你发觉 星期五 都比较 差不多四个指数都强 星期三是其次 大家要留意这两天 看看美股 美股的道指 星期一、星期三强的 S&P500 星期二、星期五都强的 纳指 就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都强的 咦? 眨眼看下去 美股 就是趁美股 趁美股 趁美股 或趁美股 趁美股 可能出现一个大波幅 大动作 也不奇怪 大家小心谋意 看看会影响 然后我们回来的星期二 看趋势法则 看下去 满光红 全部都是第四阶段 不过 第四阶段都有分别的 我们先讲讲香港的三个 恒指、各指、科指 三个第四阶段 都有开始持平的迹象 持平而已 持平的意思就是 它可以随时变差也可以 变好也可以 现在是两者也不变那种 上证 上证都是第四阶段 但上证的技术指标里面 星期五出现了突破 有待确认这个突破 因为突破未做得很好 未有力 所以如果真的要转向上 有待确认 如果上证真的做得到 做得好 是有机会带动港湖 升回一段仔 记住 都只不过升回一段仔 不可以转为建底大声 我暂时未见到这个讯号 就算是也好 都要等讯号确认 或者破位确认先 美股了 美股的导致技术指标 都有转好的迹象 不过现在刚刚在阻力位前停了 缺步 可不可以更上一层 就看看他可不可以 如何处理阻力位 砰 星期一回来 臂口上 超帥 砰 砰 星期一 拉低一点 冲之大棍上去 非常之大 这也是帥 但星期一 在阻力位上陪回 就差一点 另外 S&P500 技术指标仍然是突破向好的 但力量暂时有限 都是有待确认 能否转向 纳指都一样 纳指好一点 不过都是在阻力位前停步 比报纸好一点 所以有待信号确认 这个星期暂时是这么多 记住 接下来 我相信9月中 会有很明显的改变 看看9月中会如何变化 留意 这个月底 会有格格行为法则 这是一个中高阶的技术 你会问是否很难 有点功课要做 要做功课的东西 你说是否很难 我又不许是很难 因为它会给一个很清晰的界定 去数 所以 挺有用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记住留意课程公布 这星期暂时是这么多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下星期再和大家继续 每周大使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三世界 我 debu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